明道大学中国文学学系 举办第一届浊水溪关怀杯台语文竞赛 在梁芝堂精彩展开 报名参赛的高中职学生与指导老师 多达136位 希望借由竞赛提升学生台语的口语表达能力 并透过表演将对于在地的感情表达出来 本次诗歌朗诵选题为 章话在地作家吴胜的12首台语创作诗歌 由作家吴胜、李勤案、康源、李长青 等台语文学界重量级的大师担任评审 竞赛分为台语诗歌朗诵和说故事比赛 吸引来自各地的高中职学生报名参加 朗诵组共有8队 说故事组共计5人 如果我们的诗歌来对土地了解感情 感觉我们要在这地方 不要疼声、不要疼声 但我们因为就没有发动 一张大厂的希望 诗人吴胜也以角度一诗勉励学子 能够更加深刻地去认识在地文化 共同用行动来听笑咱的土地 明道大学公关纪新闻中心综合报导 続行 优优独个采用